公車驚魂 宛如電影絕命終結戰的翻版 台北區上午一輛公車停等紅綠燈才準備起步 一旁工地吊失的掉臂就突然揮了過來 當場穿破公車左側安全門旁的玻璃 整台公車大力的晃動 車上15名乘客也嚇得不斷尖叫 公車好好的停等紅燈 結果下秒黃色掉臂突然揮了過來 一旁工程人員嚇壞了 怎麼拉也拉不住 碰了一聲可怕這瞬間 公車晃了好大一下 乘客驚聲尖叫 鮮血就要跌倒 駕駛傻眼了 好好的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魂都要嚇飛了 趕緊刷卡下車逃命 回到公車內部玻璃被穿破了 一個大洞 仔細看玻璃整片碎成了 蜘蛛網撞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真的不小 地面上還殘留滿滿的碎玻璃 事發在上午接近11點台北中山北路二段與民權東路路口 公車停靠站當時對向大樓進行完裝設玻璃圍幕工程 沒想到吊車正在收覆干覆勾時現場沒有人幫忙指揮 司機又疑似操作不慎沒抓準距離 超過10公尺長的吊壁穿越好幾個線道揮了過去 當場穿破了公車車窗 差點就砸到公車上的乘客連駕駛在內16人有驚無險 駕駛也是嚇了一大跳突然聽到很大聲的一個碰撞的聲音 渣水部員在跟對方那邊來進行求償 在現場就是沒有指揮人員最重我們會拔30萬元 宛如電影絕命終結站場景在台北市街頭真實上演 光用看的就讓人直冒冷汗 記者馬建林昭賢台北報導